Kia Malaysia 更换代理之后的第三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就是这个全新的 Kia Sorento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规格啦 而且门也不能锁 不过先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啦 首先在这个车头设计是我最喜欢 Sorento 的地方 它这个三段式的 LED 头灯组呢 看起来这个辨识度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精致 在下方有一个跟那个 Carnival 很类似的 LED 日间行车灯 然后里面的这个灯组的设计哦 它的材质也是有点特别啦 它采用的是雾银的设计 基本上很少会看到这样子的车款用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水箱护罩采用的同样的也是 Piano Brake 的设计风格啦 在这边下面还有这个 L-Shit 的 Piano Brake 整个车头看起来非常的大方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采用了新的 Kia Logo 记住哦 这个是 Kia 不是 KM Motor哦 在你这个车侧跟轮胎尺寸呢 它采用这个 18 吋的轮签尺寸是 235 60 R 18 我觉得它采用 18 吋的轮签已经非常足够了 已经秤错出它的气势 然后这边还有点防刮的材质 毕竟 SUV 嘛 大家可能会驾系户外 或做一些户外活动 所以可能会有刮伤的可能性 另外呢 这款车的定位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Fortuner 的对手 虽然讲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对手 但是他们的吃生吃马是非常的接近的 我们以 Solito 来做标准 它的轴距达到了 2815mm 车长超过了 4800mm 所以可以看出它是一辆非常大的车 而且重点呢 这款车是一款 5 加 2 的 SUV 设计 后面还有两个座椅 所以车身非常的长 在这个车尾部分呢 它的设计风格也是非常的方正 而且有这个面积比较小 但是分开着这个尾灯 3D LED 设计 但是呢 这个尾灯面积虽小 但是我相信它晚上亮起来的时候 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双层压尾 上面是车身颜色 下面是 Piano Black 然后这边还有第三刹车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倒车摄像头 然后它的这个车漆很好看哦 是有点呢 金属漆金属漆的设计 下面写着 Sorento 这一款车呢 根据消息它会采用 一具 2.2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99 HP 峰值扭力表现 441 Nm 主打高扭力跟这个非常低的油耗表现 一缸由 800 到 1000 公里应该不是问题 另外呢 它匹配的是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在有些车型上面 它还会提供这个 All Wheel Dry 的系统 OK 我们来看它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基本上就是很 KIA 的风格 整体的质感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感也非常的强烈 不过因为我拍摄的这款是入门的车型 所以它并没有数位化仪表也没有大尺寸的萤幕 不过这个萤幕同样的还是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还有这个电子手刹车等等 然后这里在第二排座椅则是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第三排座椅可以倒屏 而且也是同样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表现还不错哦 具体这款车会在马来西亚 CKD 因为在之前 KIA Malaysia 在 G0 的生产线生产新车 所以相信这款车应该会在今年内发布 而且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这样子的价格我相信应该会非常有竞争力 不过大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简短影片 大家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